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多年存有记忆价值的物件丢弃 这时候若是能完善地做出取舍 或是巧妙地进行新旧家具的混搭 便能轻松让新装潢好的家 呈现一股独特的美感 如果说业主有原有家具的使用考量的话 一般这种考量状况我认为是有两种情况 一个就是它原来的家具是 它觉得有流程跟使用的价值 或者它有一些它生活成长的经验 跟记忆在里面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为了节省预算 或是去考虑到东西的再利用的问题 如果是第一个是考虑到它流程的价值 或者整空间考虑搭配的话 那这种情况我们会可能就是考虑到 新旧混搭的一个方式 新旧混搭要如何搭出符合屋主个性 及空间氛围呢 只要家具当作是整个设计里面的一个部分 你把这些尺寸然后摆设的位置 材质考虑清楚 那这些部分就还OK 但是这个量可能不宜过多 那不然可能会强调原来整个空间的氛围 那第二个就是它旧家具的使用 那旧家具的使用的话 通常我们会跟客户讨论一下 它的产值到底是有多少 那如果说客户还是依然决定要使用的话 因为有时候你一个家具的 迁移的人工费还是组装费 它可能超过这个家具所剩余 本身剩余的价值 那是不是需要再去使用 这个可能要物主要去思考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说物主想要使用的话 它跟整个空间不是这么搭配的话 那我们可能会建议它摆在制药空间 比如说像小朋友的空间 这样的空间比较看不到的空间里面 那第三个就是说它可能跟空间的整合度 会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 在现场家座的一些木座 来去跟它做收边的处理 这时候也可以跟我们新的空间的配置 能够做一个协调的结合 为了整体空间美感的协调性 其他家具如何与旧家具搭配得好 是一门学问 这时不妨选用定制家具 来让新旧混搭 成为物主独特的风格 那定制家具的话 当然就是要考虑到空间上的条件 那你定制家具的时候 要注意到它的尺寸 对于这个空间来说 是不是太大或是适当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材料 然后比如说业主喜欢的质感 比如说像一般有些人喜欢皮 它比较耐脏 或者是喜欢布的温馨感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 尤其是像沙发这样子 有个泡米的东西 它的软硬度跟粗度 因为家具 定制家具比较麻烦是 它看不到成品 你没办法去感受得到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跟客户 确认一下它的喜好跟偏好 比如在家具粗配完成的时候 会请业主接到工厂来去试做 感受一下那个家具 完整后的Q度 然后像这些细节 就会影响到 最后做起来的舒适感受 那像我们也会 比如说像是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这个家具 比如说像这样一个家具的话 它会在这个转角方面 去做一个补墙 那像这个东西 是一般业主所看不到 当你买来这个家具 你没有去注意到 这个补墙的动作 你可能做了一年或是半年 它可能家具就开始 产生松散的问题 那也透过这样一个 好的补墙的方式 虽然它的施工的工序 比较麻烦 但是它在使用的耐用度 就会差很多 不管是有记忆的物件 还是量身定做的新品 聪明的搭配家具 不仅能节省成本 更能为室内空间 创造另一种丰富的样貌 看节目回答问题 周周抽好礼 二月好礼 贝利浦活羊果汁机 周周送给你 即日起至三月四日止 要好好把握机会哦 详情请上设计家网站 设计家政团电视专页 接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